新冠肺炎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飛 前一陣子呢大家都知道我 新冠肺炎確診嘛 但是確診這個隔離7天 關在自己的家裡面都自己煮來吃啊 因貨得福降了5公斤 我現在變成67公斤 然後量了一下體質 差不多只有12%以下 對就回到了 我幾年前參加比賽的這個體重啊 那這時候呢 剛好前一陣子又是 The Match嘛 6月19號的The Match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所有的選手在 登場之前的這個視覺包裝都非常的帥氣 尤其拍了一組 非常非常帥氣的這個 應該說形象照 那我就開始巡視啊 欸如果我自己身為一個選手 那我如果擁有一個不錯的身材 那像現在台灣其實有很多比賽在進行嘛 如果我想要幫自己拍攝一組非常專業的選手形象照 可以找誰來幫我操刀呢 欸 這時候我就想到我的學弟啊 何許仁 攝影工作室的 Jack 又跟Jack要來再次合作了 我們上次呢 合作是拍那個 海賊王嘛 然後跟那個鬼滅之刃 那今天呢 所以來應該說比較正式啦 我前幾天傳了這個 納川天氣隊武尊這一次的一個形象照 欸我想要拍的跟他們一樣 有可能他們是實拍下來就直接可以呈現成這樣 還是他們後面有做哪些事情 實拍下來可能就只是接近而已 但是後製部分會調整蠻多的 我覺得一些光影啊 調整他的一個比如說肌肉 陰影的部分 陰影的部分非常的重 呵呵呵呵 好那我們就 廢話不多說 開始吧 現在馬上要上場了 我要先讓自己肌肉沖血一下 欸你知道 職業摔角選手啊 其實他在 登場之前 他們也會做這件事情 真的不會戴有褲子喔 不會只有穿在這裡 被投搞到一些奇怪的地方 那我就麻煩了 因為手臂都有用力喔 欸 廢話 然後臉要再轉過來一點 你當我 恐怖片喔 這樣 這邊是極限的 廢話 對阿拍拖有錯 欸狠一點 狠一點 對阿 OK大功告成啦 謝謝Jack 那今天拍攝 你覺得 欸大概重點在哪裡 拍攝重點一定就是 用光然後把那個肌肉天橋給拍出來 然後要想辦法 所以剛剛拍了兩個半小時 都在調光啦 想辦法把那個肌肉線條 喬出來 這樣講的就是只有這個素材很差啦 陰影的話 裡面雖然是黑色 但是還是要有一些層次 那就是要用比較專業的那個 Monitor來看 然後把那個陰影的部分 有一些要加重 有一些要再調亮一點點 那就要 比較細部去調整 OK 意思是說就會 成品會 更重就對了 希望 好 拜託你啦 OK 那待會呢 我們這個 修過的成果 會放在影片後面 那再請大家稍微 看一下 那以後呢 如果我們選手 因為 現在台灣有各大的比賽 那如果你希望自己的 這個形象招式 比較帥氣一點 就來找 和學人的Jack 那聯絡方式 在下面 還有我們的資訊欄 那都歡迎來跟他聯繫 跟接下來節目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